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丁老师课堂 下面我们学习风树上的喜鹊 第一个字念风 它的育母是后比育母 恩,风 我们不要读成了风就不对了 风 首先了解本课的学习目标 一,会认写本课的重点生字词 这是本课的学习重点 二,莫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知道文中我喜欢的是什么 这也是本课的学习重点 三,培养想象力 试着与喜鹊对话 树立保护鸟的意识 这是本课的学习难点 生字乐园,我会写 你们会写吗? 第一个字是散 他的生母是平舌音 丝 育母是前笔育母 安 散可以组词 散霸 这个霸是多音字 还念靶 一把伞的靶 雨伞 请小朋友们观察一下 伞字 怎么去把它写好 先是一个舒展的人字头 然后写 点 铁 横 最后压树中线写一个树 我们一起来写散字 第二个字是整体认读音节 宜 宜可以组词宜妈 也可以组词阿宜 好,写宜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先是女字旁 撇点 撇 横 这个横不出头了 因为做偏旁 右边呢 先写横 再写横折 注意这个是两笔 写完横折再写横 下面是树 树我们压树中线 树折 折勾 这个第一个折 折到横中线上 折勾 然后再写长长的撇 最后舒展的那 我们一起来写这个仪字 第三个字是弟 可以组词兄弟弟弟 好,写弟字的时候 你们发现没有 这一部分其实和我们这个仪 这一部分很像 不过写的比他大 那我们先写一个倒八头 再写横折 横 竖折 折勾 同样的这一折 我们折到横中线上 竖压竖中线 撇 请小朋友们和你老师 一起写弟子 这个字 这个字念便 它可以组词方便 轻便 你们知道这个字 还有一个读音吗 它念便 便宜的便 好,便字就是 单人旁 加一个更加的更 先写横 再写一个日 然后写撇 写那 其实这个更加的更呢 它也是个多音字 就是三更半叶的更 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写这个辫子 这个字念 教 它可以组词 教书 教学 除了念教 小朋友 你知道这个字还念什么吗 对 念教 教室 教师 好,我们写教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呀 左边是一个孝顺的孝 先写一个土 再写撇 一个子 子的横 我们变为提 右边是一个反文旁 撇 横 先撇 再后那 请小朋友们和宁老师 一起写这个交字 这个字念 游 可以组词 游完 上游 我们在写游字的时候 注意什么呢 先写三点水 再写一个方 方字的笔顺是点横 横折勾 撇 注意写方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不超过竖中线 右边是很多小朋友都会出错的地方 很多小朋友以为是反文旁 其实不是的 右上方是撇横 下面是一个子字 那么我们怎么记住它是子呢 就记住儿子去游泳吧 这样你就不会写成反文旁了 儿子去游泳 右下方是一个子字 请小朋友们和宁老师 一起来写游 这个字是戏 也就是游戏的戏 还可以组词 马戏 它是先写右字旁 横撇点 右边是一个鸽子 横斜钩撇点 这个斜钩呢 我们从树中线起笔 要写书展 一起来写一写细字 这个字念母 可以组词父母 也可以组母子 我们来看看母字怎么写 竖折 写得大大的 横折勾 然后写点 点我们落笔落在竖中线上 横 横从横中线起笔往上倾斜 点 好 请小朋友们一起来写母字 我会认 你们会认吗 渡船 阴 育母是前笔育母阴 阴 树阴 避 遮 避 撑 收母是翘声音 吃 育母是后笔育母 恩 撑 撑船 拼 它的育母是前笔育母音 拼 拼凑 刚 育母是后笔育母 昂 山刚 懂 懂事 暗 暗是零声母音节 是前笔育母 暗 书暗 我们来学习课文 我们村的渡口旁有一棵枫树 我很喜欢它 它好像一把很大又很高的绿色太阳伞 一直打开着 它的绿音遮蔽了村里的渡口 枫树上有一个喜鹊的窝 我喜欢极了 绿色太阳伞 这里呢 把大树比喻成一把很大又很高的绿色太阳伞 生动具体的写出了风树的颜色 绿色的和形状像伞一样的形状 喜欢我喜欢极了 明确表现出我对风树上的喜鹊窝的喜爱 点名了主题 好 我们一起啊 来读一读 把这棵枫树的样子 以及我对喜鹊窝的喜爱都读出来 我们村的渡口旁有一棵枫树 我很喜欢它 它好像一把很大又很高的绿色太阳伞 一直打开着 它的绿音遮蔽了村里的渡口 枫树上有一个喜鹊的窝 我喜欢极了 是的 我喜欢站在枫树下 抬头看喜鹊的窝 我常常觉得喜鹊会跟我说话 我像童话书里那样 在心中称呼它喜鹊阿姨 喜欢喜鹊阿姨 我在心中称喜鹊为阿姨 觉得喜鹊阿姨会跟自己说话 表现出我的赋予幻想 及喜欢喜鹊的程度很深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读出啊 我对喜鹊的幻想 以及对她的喜欢 好不好 是的 我喜欢站在枫树下 抬头看喜鹊的窝 我常常觉得喜鹊会跟我说话 我像童话书里那样 在心中称呼它喜鹊阿姨 我真是喜欢极了 上个星期天早上 我正要撑着渡船 到对岸的树林里去打柴 发现喜鹊阿姨的窝里有六只小喜鹊了 我真是像童话书里那样 在心中称呼它们喜鹊弟弟 我们来看这里 我真是喜欢极了 突出了什么 突出了我对喜爱的喜欢的程度 喜欢极了 你们喜欢什么 喜欢极了 有小朋友说 我喜欢画画 喜欢极了 有的小朋友说 我喜欢妈妈 喜欢极了 这个词 六只小喜鹊 能够看出什么呢 能够看出 我的观察细致 是啊 连多少只小喜鹊 我都把它给数出来了 从那天起 我一有空 便来到渡口边 站在枫树下 看望我的喜鹊弟弟 喜鹊弟弟长得真快 好极了 我看见喜鹊阿姨站在窝边 一会儿教喜鹊弟弟唱歌 一会儿教他们做游戏 一会儿教他们学自己发明的拼音字母 一会儿教喜鹊弟弟唱歌 一会儿教他们做游戏 一会儿教他们学自己发明的拼音字母 表现着喜鹊阿姨的忙碌 也从侧面表现出我观察的认真 和对喜鹊的喜爱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呀 就读出我对喜鹊的喜爱 以及喜鹊妈妈的忙碌 好不好 从那天起 我一有空 便来到渡口边 站在枫树下 看望我的喜鹊弟弟 喜鹊弟弟长得真快 好极了 我看见喜鹊阿姨站在窝边 一会儿教喜鹊弟弟唱歌 一会儿教他们做游戏 一会儿教他们学自己发明的拼音字母 吹吹吹吹 喜鹊阿姨教道 我知道这便是阿欧欧 喜鹊弟弟也跟着学 吹吹吹 今天早上 太阳从渡口对岸的山岗后面升上来了 我看见喜鹊阿姨站在窝边 指着上升的太阳 问喜鹊弟弟 吹吹吹吹吹 好你们发现没有 宁老师在读这四个雀的时候呢 是用了不同的语气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是感叹号雀 然后后面三个后面是什么符号 对了是问号雀雀雀雀 意思是第一个雀 这个喜鹊弟弟啊是表示肯定的 然后确确确确 喜鹊弟弟觉得好像不太确定 确确确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喜鹊阿姨 教喜鹊弟弟 在叫 那作者把这个叫声呢 想象成是喜鹊阿姨 在教喜鹊弟弟拼音字母 是不是很有趣 那小朋友们 你们想一想 喜鹊阿姨 教喜鹊弟弟这个 雀雀雀的声音 除了把它想象成 在教阿欧阿以外 你们还想到了什么 有小朋友说 他想到了喜鹊阿姨 在教喜鹊弟弟 学唱歌 雀雀雀 也可以说成是 不是吗 对了 所以呀 我们在说话和写话的时候呢 可以用上我们 丰富的想象力 把原本普普通通的事情 写得呀 更加的生动形象 写得与众不同 我懂得 他问话的意思是 看 那是什么 喜鹊弟弟一起快乐的回答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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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我懂得 喜鹊弟弟很快给出了答案 妈妈 那是太阳 太阳升上来了 我真高兴啊 我懂得 我懂得 我真高兴啊 这里呢 故事结尾抒发了 我对喜鹊弟弟的进步 所表现出来的快乐心情 小朋友们 这一大段描写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我们继续读出 作者 丰富而奇妙的想象 我懂得 他问话的意思是 看 那是什么 喜鹊弟弟一起快乐的回答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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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我懂得 喜鹊弟弟很快给出了答案 妈妈 那是太阳 太阳升上来了 我真高兴啊 我们下面来梳理一下本文的结构 题目叫 风树上的喜鹊 他主要是想写出呢 我喜欢风树上的喜鹊 首先 我很喜欢喜鹊阿姨 然后呢 喜鹊阿姨呀 为我们带来了喜鹊弟弟 喜鹊阿姨教弟弟们唱歌 做游戏 学拼音字母 认识太阳升起 这篇课文写了 我发现村子渡口旁的风树上 有一个喜鹊窝 然后经常去观察喜鹊窝的故事 表现了我对喜鹊的喜爱之情 也表现了我赋予想象的特点 喜欢 我懂得 分别在文中出现几次 表达了我什么样的感情 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 喜欢出现了四次 表达了我对喜鹊的喜爱之情 我懂得出现了两次 表明了我与喜鹊阿姨和喜鹊弟弟心灵相通 我能听得懂他们的语言 练一练 一天上的白云一会儿变成什么 一会儿变成什么 一会儿变成什么 真有趣 小朋友们你们观察过白云吗 天上的白云一会儿变成小羊 一会儿变成小鱼 一会儿变成小兔子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形状 真有趣 二 小猫钓鱼很不专心 一会儿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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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填吗 小猫钓鱼很不专心 一会儿捉蜻蜓 一会儿捉蝴蝶 一会儿追小兔 这篇课文写了一个孩子 与喜鹊的故事 他幻想自己能听懂喜鹊的语言 表现了孩子对喜鹊的喜爱 从这个故事中 我们体会到了鸟的可爱 在平常的生活中 我们应该保护鸟类 与它们和谐共处 在保护小动物方面呢 我们很多小朋友和家长都做得非常好 那么宁老师呢 希望家长和小朋友们 在做到保护动物的基础上啊 我们在发挥想象力 去仔细的观察观察它们 听一听 想一想 它们可能在说些什么 我们也用自己的笔 记录下我们自己的发现 以及我们丰富的想象好不好 小朋友们加油哦 宁老师等着你们来分享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 小朋友们再见 小朋友们再见